耶利米书第36章 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亚靖第四年 也和华纳里有这话临到耶利米说 你取一卷书卷来 在上面写下我在约西亚做王的时候开始 直到今日 对你所说论到以色列和犹大以及列国的一切话 或者犹大家听见我想要降给他们的一切灾祸 个人就回转离开自己的恶道 我就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 于是耶利米把尼利亚的儿子巴露叫了来 巴露就从耶利米口中 把耶和华向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都写在书卷上 耶利米吩咐巴露说 我被阻止不能进耶和华的殿里去 所以你要进去 趁近时的日子 在耶和华的殿里向众人宣读书卷上的话 就是你从我口中所录下耶和华的话 你要向从犹大各成来的人宣读 也许他们会向耶和华恳求 个人回转离开自己的恶道 因为耶和华向这人民所说要发的怒气和烈怒是很大的 尼利亚的儿子巴露就照着耶利米先知吩咐的一切去行 在耶和华的殿里宣读书上耶和华的话 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亚靖第五年九月 耶路撒冷的众民和所有从犹大各成来到耶路撒冷的人民 都在耶和华面前宣告进食 巴露就在耶和华的殿里向众民宣读书上耶利米的话 那时他是在沙帆的儿子书记基玛利亚的房间里 这房间是在上岳靠近耶和华殿里新门的入口 沙帆的孙子基玛利亚的儿子米盖亚 听见了书上耶和华的一切话 就吓到王宫进入书记的房间里 所有领袖都在那里坐着 他们是书记以利沙玛 士玛雅的儿子蒂莱雅 雅各波的儿子以利拿丹 沙帆的儿子基玛利亚 哈纳尼亚的儿子西迪迦 和所有其余的领袖 米盖亚就把所听见的一切都告诉他们 就是巴露向众人宣读那书的时候 他所听见的 于是所有的领袖拆派古世的曾孙 势利米亚的孙子 尼泰亚的儿子尤底去见巴露说 请你把向众人宣读的那书卷亲自拿来 尼利亚的儿子巴露就把书卷亲自带到他们那里 他们对他说 请坐下 念给我们听 巴露就向他们宣读 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惊惧起来 面面相觑 对巴露说 我们必须把这一切话禀告王 他们向巴露说 请告诉我们 你怎样写下这一切话 是伊利米亲口说的吗 巴露对他们说 这一切话是他亲口向我讲述的 我就用墨写在书上 钟领袖对巴露说 你和伊利米都要去躲藏起来 不要给人知道你们在什么地方 钟领袖把书卷存在书记伊丽莎玛的房间里 然后进内院去见王 把这一切话都禀告给王听 于是王拆派尤底去把书卷拿来 尤底就从书记伊丽莎玛的房间里 把书卷取来 向王和所有势力在王左右的领袖宣读 那时正是九月 王坐在东宫里 在他面前有一盆炭火烧着 每逢尤底宣读完三四段 王就用书记的小刀把书割破 丢进盆中的火里 直到全卷都在盆中的火里烧尽了 王和他所有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 都不惊惧 也不撕裂衣服 虽然以利拿丹 蒂莱雅和基玛利亚 恳求王不要烧着书卷 王却不听他们 更吩咐王子耶拉密 亚自立的儿子西莱雅 和亚伯迭的儿子士利弥雅 去捉拿文士巴鲁和耶利米先制 但耶和华把他们隐藏起来 王烧了那再有巴鲁从耶利米口中 录下的画的书卷以后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耶利米说 你再取一书卷来 把犹大王约亚经烧掉的前一书卷里 原来的一切话都写在书卷上面 论到犹大王约亚经你要说 耶和华这样说 你烧了那书卷说 你为什么在上面写着说 巴比伦王一定来毁灭这地 使地上的人畜都灭绝呢 因此 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亚经这样说 他的后代 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王位上 他的尸体必抛弃在外 日间受炎热 夜间受寒霜 我必惩罚他和他的后裔 以及他臣仆的罪孽 我必使我对他们预告过的一切灾祸 临到他们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以及犹大人的身上 他们却不听从 于是耶利米取了另一卷书卷 交给尼利亚的儿子文士巴鲁 巴鲁就从耶利米的口中 把犹大王约亚经在火中烧掉的 那书上的一切话都写在书卷上 还加上很多类似的话